大家好,回来到Koros深度学习入门与实战课程 这节开始我们来介绍Koros Koros它是一个用Python编写的高级神经网络API 它能够以TensorFlow,CNTK或CNO作为后端运行 Koros开发的重点是支持快速的实验 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实现一个网络运行 这是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Koros它的特点就是允许简单而快速的运行设计 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比如说用户友好,高度模块化,可扩展性 它同时支持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 以及两者的结合 这些我们在后面都会讲到 它还支持在CPU上和GPU上的无缝运行 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是用户友好 Koros它有一个声明 就是说这是深度学习for human 这个声明大家想想 以前我们学过哪个酷 它有这个声明的request request就是partum for human 所以Koros它一个特点就是把用户体验放在了首要和中心位置 它的用户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遵循减少认知快难的最佳时间 它提供一致和简单的这种API 那我有一门课程叫做TensorFlow入名实战 那里面讲解了TensorFlow的这些原生的API 那么你如果学习它的话你会发现TensorFlow的原生为API是如此的复杂 如此的多样化 当你学习了Koros之后呢 你会深深的感觉到Koros真的是一个for human的深度学习框架 因为它提供了清晰的简洁的这些操作 第二个特点就是模块化 模块化可以被理解为这种有独立的完全可配置的模块构成的序列或图 那这些呢在后面我们都会讲到 这样的模块化的特点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像组装一个积木 一样呢去搭建神经网络 无论这个神经网络有多么复杂 有多个输入或者说有多个输出 中间呢有一些这种残差的连接等等 我们使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呢都是非常简洁的来构建它 第三个特点就是易扩展性 新的模块呢可以很容易的添加 那么Koros呢 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样的类 帮助我们实现 比如说这种callback就是回调 第四个特点呢 它可以基于这样的python来实现 它是基于python来实现的 Koros它没有格式固定的单独配置文件 没有啊它就是一个python代码 它的模型是定义的python代码中的 这些代码非常的紧凑 易于调试并且易于扩展 这就是Koros的一个几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Koros 而不直接选择 比如说CNTK或者TensorFlow呢 那么在如今有非常多的这种深度学习框架 现在比较著名的比如说TensorFlow PyTouch等等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TensorFlow 而不是其他的呢 这是因为Koros它一个开发特点决定的 Koros它是为人类而非机器设计的 而非机器设计的API Koros它遵循减少认知快难的最佳时间 它提供了一致而简单的这些API 它将常见的这些用力呢 用户操作呢 降低到最低 并且呢 在用户错误时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这些反馈 总的来讲 就是说Koros它是易于学习 易于使用的 那么使用Koros 它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 能够比竞争对手呢 更快的去实现更多的创意 从而帮助你去赢得机器学习竞赛 或者说研究出新的这些框架 新的这些网络模式等等 那么Koros它的应用性 并不以降低灵活性为代价 因为Koros与底层的这些深度学习语言 特别是TensorFlow 集成在一起 所以呢 它可以让你实现 任何你可以使用这种基础语言 编写的东西 特别是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TensorFlow 目前官方推荐的前段 就是Koros 它的名字叫做TF的Koros呢 这个呢 在我的深度学习框架里面 TensorFlow课程里面 也端度讲到了TF的Koros 这个TF的Koros 实际上 它就是Koros API 与TensorFlow 这些工作流无缝集成的一个结果 它的API呢 与Koros的API是 基本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说 你学习了我们这个Koros 深度学习入门与实战这个课程之后呢 你完全可以使用这个 TF的Koros这个模块 来编写 TensorFlow的这些 深度学习网络 它的API的完全 基本完全一致 那么有个别不一致的地方呢 在咱们这个课程中 就会介绍 咱们这个课程中呢 也会介绍到TF的Koros 与这个TensorFlow的集成 这方面 那这就是这个TF的Koros这个模块 这也是我们选择Koros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 TensorFlow的官方推荐的这种前端呢 就是Koros Koros的作者呢 他目前就在这种 谷歌公司工作 所以 那么TensorFlow的2代0的设计呢 也受到了这种深深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Koros的使用情况 这是2018年的这种Koros的使用情况 我们看到当然最多了就是TensorFlow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Koros 但是我想说的是 TensorFlow里面实质上 TensorFlow它集成了Koros 就是那个TF的Koros 所以 在这里面 仅仅从这个排面来看的话 Koros虽然排第二 实际上我认为Koros它实际上是排第一位的 PYTouch排第三位 那么与其他的深度学习框架相比 Koros在行业和研究领域的应用率更高 那么当然是TensorFlow之外的了 Koros它在像是Netflix Ober还有App 这种餐饮推荐等等 这种的网站上使用 它尤其受到以深度学习 作为产品核心的这些创业公司的欢迎 如果说你是在深度学习这个方向创业的话 那么我推荐你使用Koros Koros不仅如此 Koros它也是 深度学习研究人员的最爱 在上传到这个运营本服务器 就是这个网站的这些科学论文当中 它的提名的次数排第二 第一呢当然是TensorFlow了 这个网站呢 它就是一个这种防止你的论文 被其他别人对其他人先 就是说先发表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在你的论文在其他在被期刊接受之前 你可以把它先上传到这里 代表这个成果你已经做出来了 就这个意思 Koros的部署 Koros它可以轻松的将模型转回产品 与任何其他的深度学习相比 你的Koros模型可以在更广泛的平台上部署 比如说IOS 苹果的系统上 比如说Android 比如说呢这种网站的后端等等 那么在浏览其中呢 可以通过GPU加速的这种JavaScript运行 这里呢有专门的Koros.js 那么在谷歌的运行上呢 可以通过TF TensorFlow-Serving 就是TensorFlow后端支持的 在这种WebAPP后端呢 可以使用比如说这种Flask Python的这种后端中 也可以使用Koros 可以说Koros它的这种应用场景 应用这种部署也是非常的简洁和广泛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Koros的后端 我们想说的是Koros 它是一个前端的高级的API 当你的Koros模型呢 它可以基于不同的这种深度学习后端来开发 重要的是 任何仅利用内置层构建的Koros模型 都可以在所有的这些后端中去移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使用Koros原生的API 去编写的这些深度学习模型 可以转换后端 可以使用任何后端 比如说TensorFlow 比如说CNTK 比如说CNN 你可以使用一种后端去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再让它载入另外一种后端当中 这个时候呢 你有什么好处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比较 同一个网络 比较在不同的后端当中的实现 看看它们的游戏有没有不同 或者哪一个呢 正确率更高 这样子 Koros支持哪些后端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几个 比如说谷歌的TensorFlow 还有微软的CNTK 以及CNN 这个呢 已经目前用的很少了 那么亚马逊呢 也在开发 VKeras开发这个MXNET的后端 Koros的训练啊 你的Koros模型呢 可以在CPU之外的 不同硬件平台上训练 比如说这个安威达的GPU 还有谷歌的TPU 以及这种OpenCL支持的GPU 等等都可以运行 Koros呢 拥有强大的多GPU 和分布式训练支持 它拥有强大的多GPU 和分布式训练支持 Koros内置对多GPU的 数据并行的支持 那么说到这一点 如果说你是希望 你的Koros框架 Koros编写的深入训练网络 应用在这种深入环境下 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它支持分布式的训练 和多GPU 它呢Koros模型呢 可以被转换为 TensorFlow的Estimator 并在谷歌这种GPU上 GPU机群上进行训练 Koros呢 它还可以在Spark 和Elefans上运行 它支持Koros的这种公司比较多了 当然 那么在这里 关键的几个公司 比如说谷歌 亚马逊 还有微软 还有恩维达 等等 英维达等等 这就是我们大家介绍的 这个Koros 这些课的主要内容 那我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Koros它兼容的Python版本是 Python2.7到Python3.6 那么我们本次课程呢 使用的是Python3.6 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使用 安装和使用Python3.6 来安装Koros 至于如何来安装Koros的 我们下节课介绍 好的 我们这节课呢 对Koros这个框架的介绍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答疑群众 向我提问 谢谢大家 再见